台北荣总医疗团队再度刷新国内活体肝脏移植年龄最小记录 今年3月出生的张小弟出生15天时因罹患罕见疾病 新生儿血铁沉积症出现猛暴型肝衰竭 新生儿血铁沉积症是因为在母亲怀孕时子宫内产生针对胎儿肝细胞的抗体 破坏胎儿肝细胞并产生肝脏及其他组织铁直沉积 胎儿出生后发生低血糖、拟血功能障碍、黄丹等肝衰竭症状 当时收治张小弟的陈大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林永杰 马上找到前年曾帮52天大新生儿换肝的北荣团队 替张小弟安排换肝 负责主刀的台北荣总儿童外科主任柳君述说 张小弟在换肝手术前 医疗团队先替张小弟进行评估 确认肖小小的身躯可以承受移植手术后 在今年4月15号为他进行肝脏移植 冲肝者就是张小弟还在坐月子的母亲 仅出生25天的张小弟历经9个多小时的手术 成功完成活体肝脏移植 北荣团队也打破前年由统一团队创下的台湾最小肝肝记录 那这个的困难点在于说我捐赠了这个 这个捐赠的一定是成人 他捐赠了那肝脏的血管 大小跟小朋友自己的血管大小是比例上是差很大 那这是最大的困难之一 但是不是最困难的地方 最主要是你这个肝脏如何让他放进肚子里面能够关起来 关起来的过程中这个血管并没有因为这样被压迫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张小弟整个案例呢 因为妈妈的肝脏稍微比较薄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一次的就把这个肚子关起来 刘君叔说术后两到三周 张小弟已能让母亲抱在怀中 张妈妈说本来产检都一切正常 张小弟出生后却黄胆不退 好在陈大医师转介换肝 保住张小弟的性命 前一天刚好是张小弟出生满两个月 张先生与张太太都很感谢北荣医疗团队的帮忙 在刷新台湾换肝记录前两周 刘君叔团队在4月1号曾前往越南 替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完成换肝 也创下越南最小换肝记录 获得当地多家媒体报道 台北荣总团队在4月1号及15号 分别创下台越年龄最小活体换肝椅子记录 为两国肝脏移植室再填新夜 加入考评与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